本港豁免部分往返内地的人 包括从事公务和到内地做生意的人 接受14日家居检疫 入境时只需要留样本做测试和医学监察 随着北京再有群组爆发 是否应该继续豁免这些人呢? 这个都有些风险的 6月初到现在北京已经有百多例 北京曾经有成千多人去过 接着就去广东 好像有几百人在深圳 所以我们要更加小心 会不会像上次武汉的翻版 会不会把病毒带到周围 如果北京的疫情继续扩散 我相信它豁免的14天可能暂时要取消 中港两地来往频繁 不少声音都希望尽快落实 粤港澳三地互营的健康码系统 现在香港始终有个案 反而内地要害怕我们 澳门更加害怕我们 我们没有甚至出社区 但他们也会害怕 所以变成你仍然有疫症 未完全平息 对方也未必让你过去 所以我相信他们要商讨一段时间 大家认为安全才开关 历原村六泉楼群组 到现在都还未找到感染源头 许树昌说有专家去广屋邨 做气体和模仪测试 相信下个星期会有结果 确定是否和渠管的裂缝有关 至于那个群组一度危态的首个女患者 情况已经转为稳定 无需插合 有先电视记者 闪情风波浪